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多 我在这里还比较热闹的一条步行街 我给你们看看这里有多少人 这边这边 然后再看看这边 其实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大家不是不逛街了 而是会去精准的逛街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今天决定了我要去哪家 我就直接直奔这一家 但是我很少有可能 我就在这样的一条步行街上去走来走去 这种可能性会变少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就会产生一个工作 就是怎么要让你同城附近的人 知道你的门店 然后在他出门的时候 直接地图导航就直接导到你们家 这样的情况下 才能保证我们的实体门店 是有人源源不断地往我们家走的 姐姐 这新年口大周末的怎么都没人了 现在哪还有这么多人出来逛街啊 你想想 这消费主力君什么人 这三四岁现在啊 各种房贷车贷 上有老下有小 压力这么大 谁还有心思 没事还出来逛街 逛街不花钱又啥逛了 这小年轻吧 现在又流行不结婚不谈恋爱了 这都是甚男甚女 谁约他们出来逛街呢 这本地人啊 以前舒舒服服的 有几套房子 每个月呢 就等着收收租 看看房子又涨多少 自然就想出来花钱 但现在呢 都不敢看这房子到底是跌了多少 都急死了 谁还有空出来逛街呢 现在连老板们都没法开园 开始节流了 以前这得机里 随随便便不就能看到那个 两手钉满满东西的 你现在还能看到几个买那么多东西的人 就像今天咱上午去那公司 老板外面一千七百多万的账要不回来 你说他这还有心思 没事去购物 没事逛街吗 企业都活不下去 自己都面临爆雷了 你还让他去逛街啊 这以前那么多看着排场很大 豪车豪黄的老板 估计他们自己欠多少钱 自己都不知道了吧 话说到这儿 你们城市现在逛街的人还多吗 今天过来选址啊 看一下这个商场实际店生意怎么样 你看这个到二楼 然后电梯都不开的 这个二楼啊 基本上没什么开业的 他们一楼的这些品牌啊 估计生意还可以 位置也好 内外通透的 像这样的位置呢 基本上都留给这个知名品牌了 比如像星巴克 必胜克 KFC这些 新品牌没有实力的时候 基本上拿不到的 在这个前面不远处 大概一公里还有一个商场 现在商场也多了 分流很严重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做电子产品的 打电话说自己的行业卷得不得了 干不动了 其实有些行业呢 说不定还不如你的行业 总之大家都加油吧 金价涨了 某大幅为什么还要把工厂给关了 因为待在深圳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在深圳对于中低等收入的 普通打工人来说 一份社保可以占到工资的20% 这笔钱对于打工人和公司 双方都不轻松 21年以后 社保的价格一路上涨 城市规模越大 涨幅就越高 但是享受的待遇却越来越低 比如说曾经引起关注的报销空费 这次因为是大幅 大品牌造成的影响大 关注度高 其实这些年很多的小工厂 早就是销声匿迹 了无音讯了 背后是多少人经历的裁员潮 或者是降薪潮 如果碰上是有房贷的 更是举步维艰 惶恐度日 为社会提供了 70%岗位的小微企业 同样是如履薄冰 朝不保夕 所以本应该是由社会层面 承担了各项福利成本 继续摊派到小微企业 和老百姓的身上 但是又不肯用到他们身上 这件事情到底是否合理 应该值得深思 中大改革 河南打响了金兵减政的第一枪 按照比例精简 铁饭碗真的不铁了 前段时间 河南在大比例的精简 事业单位和编制 按照531的比例进行精简 531就是指 事业单位按照不低于50%精简 事业编制按照不低于30%精简 财政拨款 事业编制精简比例不低于10%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河南省职事业机构 要减少至少一半以上 相关的事业编制 也将会大幅缩减 其实早在2020年 中央就在全国选了 9个试点省份 包括山西 湖南 青海 安徽等等 开启机构的改革 精简机构还有编制 比如说黑龙江 就已经精简事业单位 2735个 收回事业编制8.3万余名 山西省职事业单位机构 从1205个 精简到现在的370个 精简了69% 缩减掉了将近7成的事业单位 你看这也说明了 过去咱们的机构设置 确实是过于臃肿了 不简不行了 然而改革也必将会 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 比如说精简改革 会导致普通人上岸更难了 有些单位为了细水长流 明明有空便命额 就是不招 除非等到关系户 所以精简事业编 也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两年在经济面临 下行压力的时候 年轻人就业难都开始求稳了 导致很多人都在挤破头 考工考鞭 但现在看来这条路 将会变得越来越难 也许以后就真的 没有所谓的铁饭碗了 现在赚钱到底有多难 我下楼扔垃圾 就拿了一个很小的箱子 里面装了一个垃圾 就有环卫工人过来问我要 因为他们需要靠这些纸箱子 来填补他们日常的收入不足 上海的晚约吃市场 现在几乎都已经饱和了 现在你不干到14到16个小时 你根本赚不到钱 早上6点半出车 晚上10点收车 相当于除了吃饭 睡觉上车所 全部都在车上 你说难不难 所以奉劝各位 千万不要全职炒股 以前经济好的时候 有泡沫 那现在泡沫破了 我们赚的是什么的钱 我手倒右手的钱 也就是割韭菜的钱 所以有句话怎么说 如果你坐在一个牌桌上 30分钟 你还不知道谁是那个软蛋 那你大概率就是那个软蛋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欧盟在6月12日宣布 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最高38.1%的 反补贴关税 这一决定的后续影响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华尔街日报 在周四发表了一篇题为 失去西方市场 中国的出口机器 还能继续运转吗 的文章 指出欧盟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的新一轮关税 正在重塑全球贸易 对于中国来说 一个关键问题是 将出口市场 转向发展中国家 是否足以维持 中国庞大的出口能力 在美国宣布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100%的新关税 并对中国电动车 电池和零部件 征收25%的关税之后 欧盟委员会 于6月12日宣布 将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17.4% 至38.1%的 反补贴关税 理由是 中国电动车的 整个价值链中 存在不公平补贴 对欧盟产业 造成了明显可预见 且迫在眉睫的损害 文章提到 为了应对欧美的贸易限制 中国正在积极寻找新的市场 目标包括俄罗斯 巴西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以及其他低收入国家 过去两年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 在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的背景下 激增了70% 在中国国内车市 迅速向电动车转型 传统燃油车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中国一直向俄罗斯 出口大量燃油车 这种趋势显示出 中国在面对西方市场壁垒时 正在积极开拓 其他可能的市场 以保释出口的稳定增长 根据报道 中国正在出口 以往不同类型的产品 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 2023年 包括电动车 电池 太阳能电池板 和成熟制程芯片在内的新型产品 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8.5% 而2018年 这一比例仅为4.5% 这表明 中国正在不断调整其出口产品结构 以适应全球市场的变化和需求 廉价的中国商品 可能会受到许多低收入国家的欢迎 据统计 2023年 巴西电动车 和混合动力车的销量 几乎翻了一倍 而中国比亚迪的电动车 占巴西当年电动车总销量的一半以上 至于混合动力车 中国车厂 在巴西的销量 也未居前列 这些数据反映出 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在国际市场上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尤其是在价格敏感的市场中 东南亚是中国更大的出口目标 到2024年为止 东南亚和拉丁美洲 合计占中国出口的近四分之一 但仍低于美国和欧盟总和的29% 这意味着 中国在努力扩大 在这些地区的市场份额 但仍需面对诸多挑战和竞争 报道还提到 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 整体上对中国相对友好 但也可能受到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 仍可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 设立壁垒 比如 一些国家可能会出于保护本国产业 或政治考虑 对中国产品实施关税 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 这些因素都将影响 中国在这些市场的出口前景 总体而言 中国在全球市场中面临的挑战 越来越复杂 在欧美市场的限制措施下 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 并不断调整其出口策略 以确保中国的出口机器 能够持续运转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